2,3 大家好,我是Hey Jones,首席电工 不久之前我们去云南进行了一场自驾之旅 虽然我一直是一个喜欢轻装出行的人 但是临出发之前我还是带上了这台Rolling SC 今天这期节目我就作为一个懒人 和大家分享一下带着Rolling SC稳定器 有点难的体验 搜索关键词Hey Jones 关注银河系最酷的无人机团伙 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如果你和我一样 喜欢相机胜过其他拍摄设备 那么出游要不要再带个稳定器 就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毕竟综合性能强如HM3 要了稳定性那也是被Osmo Action吊打的货色 没有稳定器的话 你就基本告别运动画面了 但是旅行路上倒足且长 带上好心情仪实属不易 还要背个大设备估计谁也不想 那么为什么这次我会选择带上Rolling SC呢 理由有两个 依旧是Rolling SC够轻够小巧 1.1公斤的自重和它所带来的稳定效果相比 显然是值得的 要知道HM3机身是440克 随便加一个大点的变焦镜头 就一公斤多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 旅行时不需要跟焦组件 还可以把跟焦轮拆下来 最终你需要带的就是这三样 加一根连接线 什么泡沫箱之类的完全不用带 直接放进背包外层就OK了 二就是Rolling SC给画面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 相比手持相机的局限 加上稳定器后你不仅可以搞定前进后退和环绕 还能拍摄高低机位的镜头 11小时的续航也保证了它肯定能比你的相机坚持更久 出去旅游的话 冲一次电就能拍摄两天了 这次出行我们去了三四个需要徒步的景点 但Rolling SC的重量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困扰 另外我还发现 不用的时候提着Rolling SC的这个轴 要比我在手里省力很多 我带上的镜头是索尼的2870狗头和50f1.8定焦 2870这颗头虽然便宜 但是非常适合Rolling SC 轻便自不必说 重要的是它变焦的时候长度变化非常小 你在Rolling SC的成熟范围内 你在Rolling SC的成熟范围内 不用反复调频 非常适合旅行这种快节奏的拍摄 选择50f1.8的理由除了轻之外 f1.8的大光圈可以让我在夜间也能拍摄升格 且不会有烦人的噪点出现 可能这两个镜头的素质 不会有R470 f2.8GM那么好 但是考虑到轻便程度 回到家看素材 拍摄的效果总体上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次带着Rolling SC出行 也有一些要吐槽的地方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HM3或者HR3用户的话 就要注意了 Rolling SC附送的两根线都可以连接HM3 一根是Type-C接口 一根是Micro-USB接口 它们俩的控制效果是有差别的 简单来说就是Type-C的可以机内更胶 而Micro-USB的那根线 则能在支持PowerZone功能的镜头上实现变胶 对于HM3来讲 Type-C这根线虽然功能更实用 但是连上之后就不能方便地进行回看了 这次出行我就想当然的只带了一根Type-C的线 导致每次回看还要把线 所以如果你用的也是HM3 除非你非要用机内更胶 一般情况下我还是推荐Micro-USB的那根线 和你一样 我曾经也对旅行带稳定器这件事产生过怀疑 毕竟作为一个升格怪 我拍摄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升格 本身就不是特别抖 带容领IC真的有必要吗 后来我发现 升格虽然减轻了抖动 但是也会让我的镜头非常单调 而那些更好看的运动镜头 很多做变速剪辑的优质素材 都是需要稳定器才能拍摄出来的 事实上你带的任何设备 只要你正确去使用了 就都是有价值的 毕竟好看的画面不是偷懒偷出来的 你的每一份用心 在画面上都能体现出来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更多拍摄技巧和产品测评 别忘了关注黑Jones微信公众号哦 逼真的朋友 欢迎订阅投币点赞充电 我们下期再见